一样是陈玉珍 我们现在来看到是关于这个上宾 不想回台的原因 大家还记得吗 一位游泳游道出对岸区的部分 现在郭正那都曝光了 邱国正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上宾 而是他那张嘴 怎么说 现在看到这个26岁的陈姓上宾 他是为了什么跑到对岸区 现在怀疑债务协商财定书曝光了 他击欠了四家的银行债务为30万 30多万元 所以他选择因为钱的问题 跑到对岸 但是媒体有报告说 他其实不单是30万元 因为疑似还欠地下钱庄债务 非台面上面曝光了30万元 这个家人到底知不知情 因为其实如果只是积欠30万元的话 依照这个上宾现在的薪资 他是有能力去做一个偿还的 对吧 那为什么会因为30万而已 就飞到 就游到 不是飞到 是游到对岸去呢 所以就怀疑地下钱庄的债务 是不是更加庞大 不止30万 那么陈韵正也提到说 现在陈兵他想到说 我不想回来了 是因为私人因素 才游到大陆的 不是为了投靠大陆 那么陆方也已经同意家属探亲 探视 有打电话回家 只是爸爸没有接到 还是不想接 我们也不知道 往旁边你看到 现在金门的失联上兵 传言很多 所以别把鸡毛当令箭 那么郭正也提到说 现在邱国正真正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他会像 这个上兵会像李明哲一样 出来认罪 讲出对国军不利的话 这在国际的宣传上面 对国军来说非常不利 那么游鸿威也说到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来讲 谁负责 负什么责 怎么负责 因为上兵的失联附录 跑到大陆去 报告仅仅一张A4纸而已 那么对于上兵掌握资讯 只有三行这么的少 国防部提供了资讯如此之少 如何让国人信任 那国防部可以质敌于先吗 网友怎么说 网友提到说 既然你不想回来 是不是可以认为是逃兵了吧 那此例一开 恐怕会有更多人 更多的逃兵游到对岸去了 现在失联的二胆岛上兵在厦门 金门地检署在15号发布了通缉令 而陆军在14号送至了立法院的专案报告 首度公开成兵的全名为陈家勋 对此前立委郭震南就表示了 国防部长邱国正担心了 他会像李明哲一样出来认罪 讲出说一些对国军不利的话 这在国际上面的宣传是相当不好的 现在两边都在担心某一种情况 他变成烫手山芋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两岸共打司法互助 那通常是要牵涉到重大刑事犯罪 比如说杀人重大伤害 还有这个金融犯罪那一种 那对社会有重大危害 坦白讲 这个逃兵 还不算是重大刑事罪你知道吗 他现在也不能定调逃兵啊 没有同期令发了就是了 到今天到今天他都他都没有那个 但他今天不可能回来了 一定要发 那这个是敌钱哦 因为那是前线 敌钱逃亡以前是死刑 现在是10年以上 我是认为这里面可能双方都在担心 有一些引擎会不会爆发啦 比如说是不是有军中的压迫 你懂我的意思 你一个人欠30万你会跑到对面 我实在很难想象 你知道吧 所以是不是你跟长官储不来 或者是你受到了什么军中的 不知道什么压力 压力我不知道 可是我认为 什么感情啊欠30万啊 这个就导致你想要游到对面去 真的难以想象 我跟你讲邱国正在担心什么 邱国正担心 他会像李明哲一样出来认罪 或者说要做一个交代 他最怕是这个 交代记者会 那一定会讲出一些 对国军不利的话 对 那这个在国际宣传上 对台湾这个国军很不利 那这个会不会发生 没人知道 对 因为如果牵涉到的是管理师当 哇这个有文章可做啦 因为 对人说他也要有他的正当性啊 关理是干嘛 30万就跑过去啊 沙沙不理你你就跑过去啊 对不对 哪有这种暴力嘛 可是这个坦白讲对国军很伤啊 嗯 因为总之你就是跑了一个兵嘛 而且 而且绝对是自愿的嘛 嗯 对方又不能强迫你过去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跑了一个兵嘛 那国际会怎么理解你嘛 他第一个理解就是你军队管理出了问题嘛 对 不然第二个就是那个忠诚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当然第一时间的那个质疑点就是忠诚的问题 所以你这两个都要否认 就不是忠诚的问题 也不是管理不当的问题 这两个都很伤诶 所以我们 他宁可会讲管理不当比较不伤吧 对对对 我们要说成 因为他感情问题 因为他个人欠账 一定要用他私人因素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私人因素实在是连结不起来 那两个权衡之下 因为你是在欠太少钱了 你懂吗 欠30万 就会绕跑跑一辈子 这难以想象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家一定会联想到 一定有管理问题 要嘛就是忠诚问题 可是如果真的只剩这两个选项的话 那当然 那对国军都商 都商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了 好希望大家爱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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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